威京集团的台北市打造两大建物 一处是已经熄灯的金华城 而另一个就是在信义区的超级豪宅 陶珠影园 有明代接获检举 说柯文哲曾经出入这里 甚至在这里唱歌 随着国民党议员应小威 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遭积压境界 金华城闭案这火越烧越旺 各界就问柯文哲和沈庆金 私下究竟多少往来 柯文哲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明白 他有没有去过陶珠影园的招待所 有没有唱歌甚至一首接一首 我从来不会否认说 我认识沈庆金 我当台北市长这么多年来 很多这种 对我来讲 财团老板也是就是一个市民 所以遇到这还是有 从来不会去否认 所以有去唱歌 有他请过我一次 那是选后的 选后选后 他当我说 这选不得 给你喂老姐 就这样那一次 陶珠影园去了 歌也唱了 柯文哲统统认了 但他过去才说 镇上关系就像拿刀叉吃人肉 对我来讲 我全部公开透明 而且我都有回忆记录 另外面对沈庆金 指控北市府官员 所会 柯文哲恐怕得拿出态度来 因为高嘉瑜再爆料 说北市府公务员透露 因为金华城案 压力大到呆不下去 这个压力来自于说 他们坚持是392 但是有各种的 施压要求他们放宽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坚持 我跟你讲 我要是知道谁的话 我当时就自己都处理掉 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 也是吓一跳 你知道吗 不过是这样 既然这个沈庆庆 已经在地检署了 他也发这种声明 他就直接跟检察官讲 到底是谁 那也希望检察官 就直接去测查就好 对此威京集团再发声明 感谢各界关心 全案静待司法调查 进化成案 检调进入深水区 逐一拼凑关键评图 TVBS新闻杨佩玉权 林华正森台北通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